一生姐妹平安 今天的Podcast 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第二章 主题是 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由Crystal姐妹撰稿 以赛亚书是第一卷 旧约的大先知书 写在2700年前 以赛亚在主前740年 蒙昭做先知 根据昨天的以赛亚书 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的侍奉 横跨了南国犹大 四朝君王的统治 乌西亚 约坦 雅哈斯 和西西加 超过50年 福士的时代 大约是在其他三个大先知 耶利米 以西捷和 但以礼前100年 以赛亚的预言不仅包含了当时 亚述帝国 巴比伦帝国 南国犹大如何灭亡 还预言耶稣基督 弥赛亚的诞生 福士 受苦 得荣耀 还预言末后 主要再来荣耀的日子 总共有66章 被称为小圣经 因为前39章 有如旧约39卷 主要讲的是人的错误 导致从神来的责备和审判 后27章 有如新约27卷 讲的是神的救恩 其实这也是整个17卷 大小先知书的一贯风格 透过先知 传递责备和审判 但只要愿意悔改 将来能经历神 及荣耀的拯救和安慰 以赛亚书有大量的弥赛亚预言 是新约里面被引用最多的 一卷旧约书 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 昨天读的第一章 以上帝厌恶人遵行宗教规条 却过着罪恶生活开始 但神也应许 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门救赎 以赛亚书一章27节 今天的第二章 神让以赛亚看见 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异象 有两幅图画 第一幅是在 以赛亚书二章二至四节 他看见很远的事情 他看见幕后神最终极的计划和心意 事实万国万民都归附耶和华 然后第六节开始 以赛亚再看回现在 他看得很细微 看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现况的各种问题 他们充满异教协风 依赖钱财与军事 直到第四章第一节 都是讲神要审判雅各家的罪孽 以赛亚得者的末世 不单只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的 也是指向我们 就是教会及神的儿女 虽然有很多审判的信息 但最后都会让人看见一个盼望的远景 神最终心意是好的 是要叫人悔改 为了我们走进光明的未来 现在就让我们分别看这两段 我们先来看看末日必将成就的三个荣景 第一个荣景是万民归向神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筑山 高举过于万里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以赛亚书二章二节 在地理上 耶和华殿的西安山 并不是超乎筑山 他其实是较矮的 耶路撒冷也是被驻山环绕 但这里讲的是神的能力 地位极伟大 驻山预表仇敌的权势 他们都不能胜过耶和华的山 因为有神同在 能力是至高的 对以色列来说 这是他们的圣殿及国家 对我们来说 可以是神的教会 教会是彰显神的国度 所以在教会里 我们可以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 万民都要留归神的山 这里用的是水 在流的这个字 水只会往低处流 怎么会往高处流呢 这表示有一个引导 有一个力量 把大家从低处往高处吸引 圣经旧约有说到 这末后的荣耀 但没有说得很清楚 如何来成就 到新约我们就知道 这是完全透过耶稣 十字架救恩 让万国万民都归向救主耶稣 第二个荣经 是神的道必定昌圣 以赛亚书二章三节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阁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会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当时连以色列人也不行神的道 但在末后 不单以色列人 连万民都要来追求神的道 神的道会从西安出来 并充满全地 唯有神的话才是永存 所以在教会里 必定要有神的话 我们每天也要灵修 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扎根 神的话语对个人 整个社会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没有神的话语能改变 祝福 影响这世界 第三个荣景 是神完全掌权 和平彻底实现 以赛亚书二章四节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梨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内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这里的荣景 是国与国之间 不需要再活在 真境与战争中 因神的公平公义 在列国中掌权 所以每一个国家 都不再需要国防军备 气都变成农具 人民幸福和平 这一节经节 非常有名 在纽约联合国大厦 对面的广场 有一面 以赛亚墙 上面就刻着这一节经文 但是地上的任何机构 都不能帮助世界和平 因为没有一个机构 能在国与国之间 施行审判 断定是非 唯有当神作王掌权 才成就这事 因为公平公义 只有神能做到 以赛亚书二章二至四节 这三节经节和弥迦书 第四章一至三节 完全相同 以赛亚和弥迦 是同时代的先知 我们无法确定 是他们互相引述 对方的话 或是神同时感动 这两位先知 看见莫护荣美的异象 有的圣经学者相信 这种和平的荣景 已因基督耶稣的降生 和他所带来的福音 开始降临人间 到基督再临时 完全实现 有的则认为 本段为基督将来 最终统治的预言 要到他再来才应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管你的认知是偏向哪一方 就让我们跟着以赛亚的眼光 注目在未来的荣耀前景 能够和他一样 发出激动人心的呼吁 来吧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以赛亚书二章五节 让我们在神的云柱火柱带领中 走出黑暗 进入光明 活出我们的使命 成为神美好见证的光明之子 本章第六节开始 是神让以赛亚看到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现况 原本属于耶和华神的雅各家 骄傲自大 忘记神的恩典 不尊主为大 所以神要审判雅各家 以赛亚书二章六至八节 耶和华 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 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 做观照的 像非利士人一样 并与外邦人击掌 他们的国满了金银 财宝也无穷 他们的地满了马匹 车辆也无数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 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 与外邦人击掌 就是与外邦人建立盟约的意思 原本属于耶和华的雅各家 不但没有吸引外邦人 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反倒在军事 经济 政治 败偶像 各种罪恶上 与东方 亚兰和美索 不达米亚联合 他们可以 无知到会拜自己 指头所造的偶像 看不见自己的价值 这是神所憎恶的 本章十节 至二十一节 是一组交错 对称的诗歌 用三个 道那日 和三次 眼目高傲 狂妄的 必降碑 来预言 在神审判的日子 来到时 这些至高狂妄 不尊主为大的 都被震慑 都要屈膝 甚至用来建造 宫殿和城门的 高大树木 一切坚固的城墙 堡垒 满载 财富的华丽船 以及人手所造的偶像 没有一样能够帮助他们 第十九节 至二十一节 说到 在审判的日子 人毫无保障 只能逃入洞穴中 与带有大量细菌和病毒的蝙蝠 填鼠为伴 而以前所拜的偶像 均告无用 只能丢给这些动物 我读到这里时 想到这个荒谬可怕的场景 不自觉地笑起来 但细想 我自己可能不迷信 不倚靠军力和偶像 但我是不是也常常会追求的 都是地上的事物 地上的福气 地上的安全感 地上的寄托 依靠自己 或是依靠有能力 有名气的人 没有全然信靠神 没有万事带到神的座前求 这就是骄傲 而到那日 眼目高傲的必降为悲 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 唯独伊和华被尊崇 以赛亚书二章十一节 以赛亚在本章的最后一节 第二次呼吁百姓回转 你们修要 倚靠世人 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 他在一切事上 可算什么呢 气息 这两个字提醒我们 人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 没有那位气息的赐予者 才是我们应当 倚靠的对象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尘世 以赛亚书的这两幅异象 一幅描绘现在 一幅描绘将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 是否有时会不知不觉 和世界上我们看中的人事物 机长 我们是否也身处在 自傲自高的景况里 忘记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在未来万国都要皈依神 我们有没有拿起福音的接力棒 将这救恩的讯息 传扬给万国万民呢 神光明的远景 新天新地都已经定好 来吧 让我们更新敬畏神 行在耶和华的光明中 与他同行同工 成为作严作光的光明之子 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 你是那位配得尊崇赞美的神 你的威严荣光要遍及全地 也要充满在我们个人身上 求你引领我们能够活出 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行事为人与蒙昭的恩相称 将你摆在首位 让我们成为除了你以外别无所爱 除了罪以外别无所怕的基督徒 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这样祷告 来侍奉主耶稣 得胜的名求 阿们